长河6号叫人要送月壤吗 公开开始抽了 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咱们长河6号这次采回来的样品一共是1935.3克 设计的重量是2000克 就两公斤 这是世界独一份 咱可是首先拿到了月球背面的月球土特产 大家就好奇咱们国家这么豪横 长河6号挖的月壤都直接送了 其实不是 咱细看咱这里边 它说的是送月球的陨石 但是那个并不是这次挖回来的月球土壤 也不是长河5号上次挖回来的月球土壤 目前长河5号挖回来的那个1700多克的土壤 参与研究你得申请吧 申请通过的我们才会给你样品去研究 那目前参与研究已经交付的月壤只有80多克 而目前其他的这个1000多克呢 都在国家机构里边保存着 那至于月球背面这个土壤 那就更稀有了 不过这个月球陨石是啥呢 它也是月球上的东西 虽然不是咱挖回来的 月球陨石是啥呢 是遭受小行星撞击从月球上 这个崩出来的石块也是月球上的 然后坠落到地球上 这个是月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它是过程的产物 这第一个月球岩石是被发现在1982年 对于月球的演化 以及月球当时受到冲击 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的意义 2023年12月份 咱们第32次南极科考队 在南极的格罗夫山发现了一块月球陨石 月球陨石是非常稀少的 而且发现的过程非常缓慢 到1993年才发现12块月球陨石 主要就来自南极 以及南极之外的就仅仅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块 到2013年已经公布的发现的月球陨石 也是月球上的东西 虽然不是这次的采回来的月长 但是我想到2035年之后 咱们的月球基地开始完善 然后后面地月航班化 进行大量的运输我们的月球岩石来进行研究 那个时候月球的土壤 可能就会有一批进入到市场进行纪念性的流通 所以咱们到2035年或者2040年以后 月球上的土壤进行公开的纪念币或者纪念章 进行市面上的销售限量发售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个时候咱是不是要说 中国把月球土壤都变成白色家 再者说 这次航天局在发布会的时候 说月球背面和正面土壤不太一样 所以长河六号带回的样品 可能会揭露我们月球背面的另一个神秘的秘密 长河六号的负责人就说 月球我们挖坏了土壤 正面的月壤比较细腻松散 就感觉是干的那种水泥 但是背面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在化石成分上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 而且感觉就是有点不是那么松散 我的理解 这是仅仅我个人理解 是不是这个背面的土壤里边 这个水分的含量会比较多呢 那随着长河六号带来人类首份的月球背面土壤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件事情 那咱们也通过发布会 来发布了我们未来两个的深空探测计划 包括月球探测以及行星探测 发布会上就说我们会有长河七号长河八号 对月球南极部分资源进行勘测 包括原位资源的实地的利用 同时呢要进一步拓展与国际合作 然后建立我们的这国际月球科研站 来共享共用月球的资源以及成果 同时我们也立项了四次的行星的探测 后续我们就要发射天文二号 进行小行星的探测以及采用返回 计划也是提前了 之前说是2026年发射 但是现在说是2025年前后实时发射 然后要进行小行星的采用返回 这个采用返回跟之前日本和美国的 小行星采用返回不一样 他们是碰触撞击 直接能抓多少不知道 反正碰着我捞一笔就走 但是咱们不是 咱们是跟这个月球探测 取样返回是一样 我们要落在上面 进行深度的挖掘采样再返回 这个程序以及技术的难度 是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同时我们还会进行小行星的半飞 那小行星是没有引力的 不会像月球这样 我们抓取进入轨道进行绕飞 我们需要跟着 消耗我们的这个探子系的燃料 跟着小行星半飞进行探测 那同时天文三号火星采用返回 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施 按照之前的规划 是在2028年左右进行发射 那我们在时间表上 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包括天文四号将实施 木星系的探测 也将在2030年前后实施 如果天文三号火星采用返回 在2030年左右发射的话 那么大概往返的时间 是两年半到三年 我们能够在2032年左右 拿到人类 我觉得肯定是人类首次的 火星的样本返回 因为NASA的火星采用返回 它已经推迟到2040年左右了 而且相关的计划 以及设备还在招标 之前那些计划都只是PPT 它连具体的设备的招标 都没有做完 可想而知 它们的PPT的含金量 是多么的高 大家都以为 是已经计划出来的 结果人家就是只是个PPT 同时目前我们国家 对于月球探测 也是在国际合作方面 做足了非常多的分享 就比如中外科学家 利用我们中国探月的数据 已经发表了1900余篇的论文 从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 我们科学家也发现了 第六种新的矿物 命名为嫦娥石 研究还证明 月球在19.6亿年前 仍然存在岩浆的活动 这也已经把已知的 月球地质寿命 延长了11年 未来我们的月球 进入了嫦娥时代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 也会极大丰富 人类未来对月球的认知 以及探究 那同时我们大家也会关注 2030年前后的 战人登月 我们中国战人登月 怎么实施 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长征10号 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也计划将在 2027年左右 实施首飞 那首次飞行 也会将搭载 我们的新一代的战人飞船 孟州 肯定要进行一次 无人的绕越飞行 来验证相关的技术 毕竟航天员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 就是波音的飞船 漏气了也要发射 无限期的延长 两名航天员在上面 什么时候返回 怎么返回 依然是个问题 话题跑偏了 咱这一期说的是 长征6号 他要送月球 陨石了 不知道谁能拿到 反正我去拉低个中氧率吧 关注老房不一路 他们都是啥 空姐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